在场各位大家好 对方便有您好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 女之优先不是一种歧视 刚刚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女之优先的原则 强化了男女的不同 可是产生歧视的根源是不同吗 不对 真正的歧视 根源不再不同 而在同工 以一种完全平等 来否认男女性别差异的 虚无主义去反对女之优先 恰恰是一种 掩饰不同而造就不公的论调 女士优先是不是对女性的方案 当然 但她已经末认女性是弱势成 女性的贬义要不要这样 为什么方便是在暗示起初 无疑会方案 难道不再歧视还行吗 对方便有将女性的女性 能够成权 难道我对女性怎么 不再在歧视吗 对方便有 要知道女士优先是 建立在男女性 也差异之下 不再有见可能的分别的对话 如果按照您的说法 那么公交出他的老人 这强势招作是不是给你取消了的 好有道理 难道您不知道 现在的老老病残忍状座 都改变爱心专座了吗 您不知道 我来告诉您 把光环留给有需求的人 而不是把光环特制为 老的病人残属 同样 应该被告知的应该优先 而不是因为已经女性 就该对她 怎么有道理啊 请问女士优先是否是一种 是否约定同事的规则呢 我方更愿意认为 这是一种谦让和公平的美德 这种美德女性可能拥有吗 连美德都不让女性拥有 这倒不是一种歧视吗 给所有女性提倡一个标签 告诉你 因为你是女人 所以你要被照顾 这不是一种歧视吗 我们吃饭的时候 有学生窗口和教室窗口 我们上厕所的时候 有男厕和女厕 难道这些标签都是歧视吗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标签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由无数个标签组成的 如果对方便有如此的抗拒标签 其实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证 和户口本都拿去注销掉 可是即便这样 您依然摆脱不了一个标签 俗称黑户 一个人被歧视 是不是代表他受到了伤害 当然 给女士让座 受累的是男士 危机关头 妇女儿童先逃生 死的是男士 物资紧缺 挨饿的还是男士 所以怎么看 这受到伤害的 都是男士啊 所以 女士优先歧视 是对男士的歧视了 当然不是 我们说女士优先的潜财词是 女性属于弱者 这是对女性的否认啊 这也构成了对女性内心的伤害 按照你的逻辑 我们是不是总是让最弱的人优先 那我就相互明白了 我们在家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长辈先弄快 出行的时候 是不是领导走在最前面 阅兵的时候 是不是军官站在最排头 所以 长辈 军官 领导 都是弱者了 消除歧视 不是对差别视而不见 更不是对结果的公平 不管不顾 而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对自己有一个自信的 不那么玻璃心的身份认同 理解和宽容 才会是歧视最终的坟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